Odia Jungle 山西口是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沙湖口,有人说是河北张家口以西,在清朝泛指山西以北,河北张家口以西的广大内蒙地区,如包头等地,由于这里是清政府和蒙古人的交界处,所以地广人西,再往北就是草原了,邹西口的路线广义地说,明清时期在河北,山西,陕西北部设置了关口,关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, 从山西出发,经陕西,内蒙,鄂尔多斯,再到包头,呼和浩特等地,就是走西口的路线,明清时期,和蒙古人进行商品贸易,就要在口外几个固定地点进行,类似今天在和俄罗斯,哈萨克斯塔接壤的地方,设置外贸口案一样,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,就得出关口,后来就叫走西口了,走西口后来就成了一个 山西,陕西,河北的商人,去口外做生意,都叫走西口,古老的山西名歌走西口,据说已流传了一两百年,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,山西临近的陕西,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,青海,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,因为几百年来,当地的青壮年南丁,几乎都走西口, 为了抒发离乡愁,思乡苦,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,走西口的男人和这些男人的亲人,都学会了唱这首民歌,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,原因大概是,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,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,时间长了,当地人也学会了这首筷子人口的走西口, 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,我是在南流,拉着哥哥的手,送歌送到大门口,哥哥你出村口,小妹妹,我有句话留,走路走那大路的口,人马多来解忧愁,为什么走西口,由于地少人多,灾害频繁,一代又一代山西人为生计所困,怀揣着发财的梦想走西口,走西口的男人,都是为内地生活所困,不得不抛弃别子, 非警离乡,是的,但凡在故乡能生活,哪怕是勉强能生活下去的人,肯定是不愿意孤独外出,就此一生,去冒险堵住的,走西口干什么,就中国历代都执行严格的户籍制度,重农一商,明清两代在山西北部都设置了关口,人们看到了商机,于是走西口主要是进行商品贸易,早在明末,一些山西商人,即以张家口为基, 往返关内外,从事贩卖活动,提格,茶叶,盐,粮食,都是贩卖的物产,兴生一时的山西票号,在口外也大有名头,在张家口,包头,呼和浩特,至今都有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,如,张家口的日升昌巷,包头的复盛西巷,呼和浩特的定箱巷,宁武巷等等,走西口是条血泪路,走西口, 一路不仅要穿过茫茫戈壁和崇山峻岭,沙漠草原,沿途环山贫水阀,人烟稀少,相隔五十里才有一个大车店可以住宿,如果在天黑前赶不到大车店,就会很危险,要是迷了路,遇到狼群就麻烦了,山高路显容易迷路,也受出没匪道横行,可以想象走西口的人是何等艰难,走西口也是黄金路走西口的人们, 大多由当伙计,出口离开时,通过搞贩运,开档铺,经营药店,银号等五花八门的经营活动,攒下虔诚了生意人,在清代,沙虎口最大的商会,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,在宁夏,著名的打商号,多是万荣,平遥,于次,林一一代的山西商人开办的,宁夏的名贵药材,也多半掌握在山西人开的清泰亨手。